家屬感谢各界人士对凯凯的关心 我们会今后假观调查 并且相信司法会还凯凯一个公道 特别是一名一岁多的男童凯凯遭到保姆虐死 由于她的家庭状况比较特殊 是由外婆来照顾的 所以外婆在这个事发之后 情绪是相当的悲痛 没有想到把孙子送出养之后 竟然会遭到保姆的毒手 而就在凯凯火化之后 其实她的外婆一直都还没有办法 对外来说明这整起事件的经过 因此她是透过这个委任的律师 来对外界感谢大家的帮忙 尤其她有提到说 感谢媒体朋友们在这段时间揭发这件事情 希望司法能够还他们公道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律师怎么说 家属感谢各界人士对凯凯的关心 我们会静候检察官的调查 并且相信司法会还凯凯一个公道 这起案件其实是发在去年的12月底 不过事件是到1月初的时候 刘姓保姆才遭到收押 而检方侦办进度呢 后来是陆陆续续 有约谈了她的妹妹一样也遭到收押 以及呢 有约谈当时要监督这个保姆的诚姓社工 是因过失致死还有伪造文书罪来侦办 相关的试证其实慢慢都已经巩固齐全了 而被害人家属的律师这边是希望说 希望能够拼在5月前起诉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保姆 他是大概在1月收押的 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 是裁定延续积压两个月的时间 因此呢依法规定呢 可能会在5月的时候就会结束积压 希望能够在那之前完成起诉 而这起案件其实社会大众相当的关注 但是现在呢就有进一步了解说 其实案发之后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这名社工还疑似跟保姆联手来说谎 把这个小孩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呢 还骗急诊室的医生说 小孩的主要照顾者是他的外婆 但其实主要照顾者是保姆才对 不过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是直到专案小组介入要商业的时候 表示说一定要有亲属在场 他们才赶快找了外婆过来 而外婆一开始呢还真的以为说 整起案件有如同这个社工所说的 是烟奶导致的窒息 但是呢因为这个小朋友身上有太多伤了 所以专案小组研判说不单纯 才慢慢的呢这个外婆才发现说 整起案件不像社工和保姆所说的 因此呢是向检方这边来说明整起事件 而这起案件呢后续会如何发展 我们会持续的来为您掌握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